這根本就是完美手牌阿 我的天阿 你殺死我一隻蝸牛 我還有千千萬萬隻的蝸牛 我傻眼阿 我沒有放硬張然後遇到太硬張的 阿怎麼那麼剛好就遇到克星阿 那這一集就來介紹一下水晶燈火靈還有哪一些替換牌吧 首先看到寶可夢的部分 熔岩蝸牛GX 我看別人的牌組好像有放這一張 可是老實說我不太懂為什麼要放這一張喔 如果你說是為了特性去填能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已經有火焰機了 那如果說你是為了這個攻擊招式而去放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水晶燈火靈的爆炸傷害 還有特性噴火龍的爆炸傷害已經足夠了 你這一個要三顆能量那麼難填 而且就算你填完了以後打傷害還要再拔能量 很難去填回來喔 而且重點是GX寶可夢的話 也還有風險會被對手擊倒拿兩張 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他的GX招式了吧 就專門拿來噴對手五張排庫的牌喔 不然我真的想不到要放這一張的理由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別人要放這一張 反正我是看到別人有放 那我就是稍微在這個影片中提出來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如果說有人知道說為什麼要放這一張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再來講解到第二隻寶可夢 SM7.5的噴火龍 他的特性是 呃 計算對手場上 GX EX寶可夢的數量 那沒有一隻的話呢 就可以對對手的出戰寶可夢多30點的傷害喔 那這可能對於什麼超夢box阿 還是皮傑之類的會有一個奇招喔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隻不太實用啦 雖然說他的特性有可能讓他打出一個高爆發 但他的能量需求三顆有點太難舔了喔 而且打完之後還要再拔能量 我是覺得不太好用阿 原則上還是用那個獄竹的噴火龍會比較好喔 再來第三隻是 妖火紅狐 這一隻是我比較推薦大家放的喔 因為他的特性是 在我們自己的回合呢 我們可以使對手的出戰寶可夢變成燙傷的狀態 燙傷的狀態的話呢 他就需要檢測嘛 檢測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會先扣20滴 這個20滴的傷害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水晶燈火靈 在噴4張寶可夢的時候呢 會打到250點的傷害 60乘以4再加10 250 那這個250打Tech Team寶可夢非常尷尬 噴火龍TT270 超夢TT270 那打這個250下去呢 對手會殘血20滴 這個20滴呢 剛好可以用這個燙傷來補足喔 這一個也是一張不錯的補足傷害功能卡 那他的招式實在也是超級難用喔 要填4顆然後打完還要拔2人 所以基本上這個永遠不會上全去攻擊喔 就只會一直待在後面一直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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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這樣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這種功能卡呢 我是建議只放一張就好了喔 再來道具卡部分呢 鹽的結晶可能可以放看看吧 因為有時候我們水晶燙火靈會 莫名其妙的把我們牌組的火能量全部噴光光 那就可以用這個鹽的結晶呢 把火能量呢 減回到手上喔 剛好可以搭配這個人物卡熔接弓喔 來去做一個填能 再來另外一個道具就是我在第一集講到的印章 基本上我還是建議印章不要放啦 我寧願基本寶可夢多放一點 也不要說因為對手會有一個懲罰機制爆抽很多手牌 而放這張這個印章要去抵制對手 如果我們是後攻的話 那我們這個印章不就沒用了 因為對手還是爆抽很多手牌 那他一開始就鋪好很多場 然後丟什麼能量啊幹嘛的綠牌什麼做一堆 他事情都做完了你再來開印章 那根本我覺得一點效果都沒有喔 然後更何況我之前也講了 小蘭因為場上有特性寶可夢的關係 所以幾乎你水晶燈火鈴養出來之後呢 幾乎都是開不了的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穩定拿到印章 水晶燈火鈴還會把印章給噴掉 那我就不懂為什麼還要放印章 唯一要放印章的理由就是說 我們先手開的開小蘭然後可以拿到印章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不管是後手還是說中期後期之類的 我覺得完全根本用不到印章啦 所以我個人還是非常不推薦印章喔 當然如果你覺得印章這張萬用牌 在這一副可能起得到作用 那你就放吧 那人物卡的方面剛才容金公講過了 再來我們講一下小霞 那我之前的牌組是有放小霞的 他最大的好處是我們一開始就可以 譬如說把小蘭阿把小剛一下子就拿到手 但是後來我又決定不想放 呃我們一開始就算即使有小霞在手上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就是拿到什麼 譬如說像寶藏還是通信 去來做一個鋪場的動作 所以其實小霞的話在開局沒有到那麼強 小霞最強的地方是大概中期 我們水晶燈火鈴拿到手以後 小霞才是可以發揮他作用的時候 那我自己是比較偏向於前期鋪場順利的 所以小霞我後來就把他去除掉了 那當然這一張想放的人也是可以放喔 再來這裡有一張人物卡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 那是我在上個影片呢有人留言到說 可以放這個媽媽搭配小霞的combo 那這個媽媽他的效果是可以從氣牌堆拿人物卡跟 呃場地卡總共最多拿兩張喔 這時候呢就是可以拿小剛 因為我們水晶燈火鈴最喜歡噴小剛喔 呵呵呵 然後也可以呃比如說我們的大熔爐被對手給頂掉的話呢 也可以拿大熔爐回來 不過基本上還是拿小剛是最賺的喔 那以上就是這一個替換卡的簡單介紹 我們這個開局好像還蠻猛的感覺欸 我們這個開局真的蠻猛的欸 你看這個燈火鈴已經有一階了 然後下一位的熔爺蟲 熔爺蟲也可以進化成熔爺蝸牛 而且我們還有小藍可以抓暗之石來進化 然後又有火能量可以攻擊 這根本就是完美手牌啊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鬼扯的完美手牌啊 好對方是打超夢BOX 其實我有點想叫這副牌組叫超夢Party 因為他就是塞很多寶可夢 然後好像大家一起在開派對的感覺 呵呵 很多隻不同的寶可夢啊很歡樂的感覺 超夢Party 哇好兇啊龍皆公 那我們這隻等下要死去欸 因為我們後宮第一個灰額還不能進化啊 結束 沒事做 不能進化沒事做 我們這一個牌組最好還是拿先攻啊 大部分 百分之 95以上如果你是玩進化的牌組 都是要搶先攻會比較好 畢竟找一步進化 就是有那麼一點優勢啊 好我們 竹火靈呢很理所當然的死去了 還是叫竹光靈 我每次都好像記錯名字 然後熔岩蝸要慢一點進化 要不然小藍開不了 先把這個拉出來了 先把這個拉出來了 然後 我們要不要直接拿大熔爐 可是他 他有龍皆公 我覺得他也有大熔爐 我們就不用開吧 我們先把這一隻噴火龍洗回去 還是不用洗 拿兩張小鋼 好像也不錯啊 好吧就拿兩張小鋼了 我先把兩張保命符抓在手裡喔 水晶燈火靈就 水晶燈火靈就 還有手上這顆能量應該是還好啦 好噴三顆 呃 我一隻一隻就好了 兩隻太多了 有沒有 他自己幫我開熔爐了 呵呵 所以我根本不用擔心啊 他有龍皆公 基本上就幾乎都會放這個 大熔爐啦 因為這個熔爐 你配上那個熔爐 那個熔爐實在太強了啊 你直接拿到兩火能 然後熔爐又幫你填能 根本就爽翻了 基本上有放熔爐的牌族 這張藏地卡幾乎是必放了啊 喔 妖羞喔 他超賤的啦 他有馬下奪 把他 把藏地卡弄掉欸 欸 怎麼可以自己用 然後不給我用 是怎樣 他又有垃圾鬼了 喔 真的很賤欸他 他 挖了黑喔 我想一下 哇我沒有火能量喔 怕我下一回合 不好做事情 1 2 3 4 5 6 先洗回去好了 先洗回去好了 我先下個噴火龍吧 1 2 3 3 一樣噴3張 好 這樣還不錯喔 這樣至少我們前面這隻死掉呢 火能量噴到前後那個氣排堆 那我們先推噴火龍上去 就可以利用火焰機回舔一顆 然後噴火龍用他的特性從牌組填能喔 這樣很剛好很完美喔 分別從牌組跟氣排堆填能量喔 分配的剛剛好啊 他剛剛使用 馬下奪把那個藏地卡 頂掉讓我一度很絕望欸 噢 他很煩欸 他是用哪一招打我啊 噢他模仿這一個啦 龍奈 那個不是龍奈 那個4 2真龍GX 然後直接打我後排 超賤的 我們先趕快壓牌吧 好 80喔 80的話我要噴兩張 噴一張我只打70 拜託噴兩張喔 我阿彌陀佛喔 OK 有兩張 還真的只給我噴兩張 我的天啊 OK我們的熔岩蝸牛又回來了 哈哈哈哈 你殺死我一隻蝸牛 我還有千千萬萬隻的蝸牛 好喔我們也有熔爐了 你不給我用熔爐 我們自己開熔爐 甚麼 我就不信你他有超能量 他要有超能量他才可以再扁我這一隻 我就不信你還有 其实他就算扁他我也不怕 因为我有小刚在手上 我再把他洗回去 我再继续 继续把他喷回来就好了 好他没有超能了 那他这次不能打到后排 他这次用谁的招 Felix Strike好像是喷火龙 他用这招230的 我想一下喔 270 270.5 喔我好像可以秒他了耶 54525280OK 你给我去死吧 我要用我的熔乳 才不要用你的森林 接受制裁吧你 哇 200吧 完美秒杀 爽 哇 看这副水晶灯火灵打赢超梦BOX 一个完美的秒杀 现在就看他位置是搭配什么轴系的喔 诶大哥你怎么没在打牌啊 喔应该是搭配波波吧 看到这个的话 感觉是搭配BB鸟 喔不是喔 喔竟然是搭配这个厌后吸喔 来的那个特性 可以进行抽虑喔 SM10的 那这个电飞鼠就是 特性 拉到以后呢 再利用这个 宝可梦通信 可以直接去做 可以去拿到别的宝可梦喔 很快速的做进化 而且他电飞鼠因为是从排库拿 所以也会增加手牌喔 他这个想撤退了 好那我们非常幸运的这个 烛火灵呢拿到手了 然后这边就是先开 小兰 那 这边 拿到小钢非常好 没东西可以拿 其实我刚才 3.0也不一定要全部开完 因为其实等一下我们如果有进化熔岩蝸牛的话 可以再利用熔岩蝸牛搭配3.0 直接稳 百分之百一定会拿到小钢 应该是这样打会比较好一点喔 就不要乱空开 3.0可以搭配熔岩蝸牛的特性 去来做一个combo 然后我们 最 尴尬的地方是 我们这副没有放印章 因为这个水晶灯火灵会一直喷牌嘛 那喷牌的情况下 我们没办法控制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拿到印章喔 既然有没办法控制什么时候拿到印章 那就 没有办法有效去干扰到对手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有人在玩 未知 未知突的蛮奇怪的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 一定会放印章在自己的牌组 所以 当你已经 累积手牌 比如说已经 快33张 34张的时候 对方给你开印章 你不是会想 很想崩溃吗 哇 他狂抽耶 狂抽猛送啊 那我们现在比较尴尬是我们没有火能量 哎呀 我们需要一个火能量 说有火能量就有火能量 我们先把 这个120 我们先把灯火龙 回去 然后呢 这个 一阶的 进化 暗之石进化 暗之石进化 SWITCH 开喷 哇 只喷到一只喔 这也太衰了吧 哇 我们喷到一个小钢了 有点亏 哇 结果不能一起打死他 有点亏 哈哈 哈哈 我觉得我们会被他未知耶 Oh my god 他这副最怕印章的牌组竟然刚好遇到我这副不放印章的牌组 那我现在要赶快抢奖励卡 结果我刚才没办法一拳 击倒他 超亏的 哇 他现在几张啦 妈呀 他已经快抽满 超满30 这应该已经20 快20张了吧 他怎么有那么多火能量可以吃绿排啊 他到底放了几颗火能量啊 哇 还有打火石 你不要动 这几张啊 12345678910 1712 我还没送啊你不要动 12345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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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67 123456767 124456767 123456767 123456767 124456767 12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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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6767 stressing 12547 Prefereds 14700 14547 18 19 20 21 22 23 147 20 這個能量 這邊這個就不下了啦 下了沒什麼意義 趕快打死他喔 這邊的話 兩隻噴火龍嗎 不要 一隻噴火龍就好了 好 兩張小鋼在手 天啊 他是不是快達成了 我們現在必須要有拿到那個大熔爐有沒有 然後馬上抽兩張火能量 直接用酒尾把它拉出來拖掉 幹掉 現在沒有單架的情況下 他就只能開小鋼把他回手 不然就是用剛剛的星星喔 OMG 他是不是達成目標了啊 他牌又抽完了 他我也是達成了沒啊 你達成我也跟你拍拍手了啊 我們就是沒辦法放硬張啊 這一副就不能放硬張啊 不然怎麼辦 你說有小藍我們可以穩定拿 trainer卡 可是沒辦法啊 因為我們這個到 燈火靈出來之後呢 都是一堆特性寶可夢喔 小藍一定沒辦法開 沒辦法穩定拿硬張的喔 沒有用 阿是怎樣 是35張了沒啊 我都懶得算了 你不會抽到自己輸掉吧 喔好好不會 火焰結晶 哇靠 哇應該是滿了吧 直接增加6張手牌 我有blade 應該是輸了啦 贏了 太贏了 哈哈哈哈 我傻眼啊 我沒有放硬張 然後遇到太硬張的 阿怎麼那麼剛好就遇到克星啊 哈哈哈 我可以說 我沒有把他說 謝謝大家 我沒有件事 真的還是不會 我還沒有了 好啊 好啊 哇 好啊 我沒有了 好啊 好了